陈玉珍跟这个谁 傅昆琦 两个烽火系诸侯 失信于人 民进党相信他们 陈玉珍说什么 他说要把地方县市长都找来 然后大家大体讨论 了解地方需要 民进党相信他咯 傅昆琦又说什么 傅昆琦说 哎呀 只要一大早 他们就包围主席台嘛 他说只要你们回到位置上去 我们就好好讨论 他们就相信咯 结果呢都被骗了 君子欺之以方 这第一个非常不应该的 第二 你陈玉珍被层层包围下 谁进得了你啊 你那么大一个个儿 你不打人就好了 我再猜那牙齿可能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如果装的回去 有可能是什么临时假牙 或是牙套 没有装好 风动的装回去 是这个样子嘛 有可能是如此 那不管 我们要问的是说 这里面你第一个看到 国民党品德多败坏 骗人家把县市长都叫来 不要说国民党来 我们就讲这两个 因为国民党品德好的也有啦 对啦 富宽奇败不败坏 你为什么要骗人家 陈玉珍你为什么要骗人家 你把地方诸侯叫来 那个吗 真笑的吗 而且他们发现 国民党版的出来几个问题 大家知道吗 好 第二个问题发现什么 重北部轻南部啊 蒋万安变人精孙啊 北部本来台北市就已经税收特别多了 多少的总公司设在台北 可是污染是在南部 结果还要保证台北多3% 有道理吗 然后再来他们更生气的 台南的人口合并起来180几万 彰化120万 彰化分配到的比台南还多 台南县市加起来 那个服务员有多大 高雄也是这样啊 高雄合并钱服务员多大 人比彰化多 地也比彰化大 结果分了钱比彰化少 这是国民党的版本 对 难怪你看 我给大家看 难怪柯智恩都说 啊 高雄也是啊 最重要黄珊珊 黄珊批陈玉珍说 你冲促 草率 你强硬通过 这个是不对的 其实黄珊也知道 他也当过台北市议员 他知道台北市的 其实台北市所有的钱 还有收的税金 讲个难听话 是全台湾最多 他怎么会是骂黄国昌 他应该骂黄国昌 黄国昌还在中间护航 对 黄国昌在直播啦 黄国昌 他急着在直播 可是黄国昌他们 其实白银的也在护航 也不说一声 我坦白讲 那在这里面请问一下 你中东 还有东部哦 东部也分很多 为什么 因为有傅昆旗 你中东部清西部 你中北部清南部 还有离岛也不错 为什么 因为有陈玉珍 但是我请问你 6000多亿 你可以用三分钟吗 你不让大家有讨论的机会 有争议的全部 全部 就这样子过去 复委 那也就是说 他国民党 民众党加起来蓝白 是继之前的国会扩权之后 又这么粗暴的没收程序争议 而且是抢权 又抢钱 那到这些钱 你刮了这么多以后 你让中央的总预算下来少一点 那我请一下 我们社福怎么办 川普当选以后 我们的国防预算一定要再增加 我们怎么办 我们好多建设怎么办